以及腾讯的业绩你今天又会怎样预期 我想腾讯 我见到大罕预测平均数 都是估计收入随时会跌 我想又是可能玩京东那一只 可能会有惊喜 但一个问题是 你反而估计会有惊喜 都是那些 通常不可以这样玩 大家看到很灰的时候 可能又会有惊喜 但问题是什么呢 京东就没有怎样炒业绩 可能昨天那一刻就一起炒 但腾讯似乎近期就已经相对强势了 你看回那个trading range 可能你说之前是303至380 我见现在开出来 都随时是380 所以大家又记得 上一次出全年业绩的时候 腾讯是炒到上400元 然后出完之后就炸回来 是怕这一刻 会不会又是 哎呀 Evn出到来是好消息 但是不是已经pricing了大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一刻 就未必太直播的 我觉得如果你说 纯粹从操作角度出发 我觉得如果你说 今天再夹上去的腾讯 我想试试做胆仓 就是可能你说 很简单 总之400元 就是你的一个止损位 如果他出完业绩之后 这么厉害夺得穿400元 那便便递给他 当然 还有要看他收什么位置 如果你说收370多元 那你要捏20多元 我就觉得不值 但如果你说 夹到上309 380多的位置 你只用10多元拼占的话 我就觉得有得拼占一下 嗯 这么说 今天其实是回的 就是我询了港股 因为昨天也算是升得急 今天也在回 还有内地股市也是在回 就是唐牛 如果你看那个势 是在上升的话 今天的回 譬如说汽车股 或者ATMXJ 你觉得 是不是都是一个 买入的时机呢 我觉得如果你说腾讯这些位置 我又觉得回回来 就相对舒服 其实如果你说博业职的话 回回来 我就觉得有得想想 是